车主缓缓回转转轻车道 右方公车急切进来 差点发生擦撞 而车主正是歌手桃哲 愤愤不平的公开行车记录器画面 歌手桃哲自曝20号开车外出时 看到一台公车停在右手边的站牌 由于对方司机尚未起步 并想先从左侧开到对方前面的黄线暂停 不过当他行驶至于公车平行时 却突然被对方按了一下喇叭 接着对方还试图切入他所在的车道 逃着不满的摇下车窗 伸手示意公车司机为何如此霸道 而对方也停在他旁边不动 随后挥挥手也没多做解释就离开 而遭指控的客运公司也提供当时的画面 画面中公车准备离时 要开往左侧车道时 只见逃车行驶到公车前方 突如其来的行为也让司机吓了一跳 台北客运公司也回应 公车司机是因为被逃着的举动所吓到 才会选择按喇叭善意提醒 并没有所谓的逼车行为 事件爆发后逃着发文 希望公车司机能多注意一下后照镜 观察来车 一时抢快或是没注意到死角 都可能酿祸造成伤害 TVBS新闻叫汉文郑伟珍台北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